今天會是一個全日的spa day 原來韓國做home spa在家裡 但國是犯法的 你好 話說為什麼會不會把床和行李箱在家裡出現呢 就是因為我預約了明天做home spa 在這裡了明天做home spa 我的床 很大漲 怎麼搬上去呢 好像有些床 可能我最近實在是睡得太不好 一時是不夠睡或者完全不能睡 一時我就睡了十幾個小時 維持了大概一兩個月 這種 pattern 肩頸是超級酸痛 我以往其實都一兩個月會去打一次骨 那些人來的 但是去年開始就沒有去過打骨 所以 我覺得我的疲勞 都累積了一年 真的要去鬆一鬆它 但我又不想出去打骨 所以 就決定嘗試這個home spa 因為韓國的home spa 都出名的 但是 不知道大家知道 原來韓國做home spa 在家裡打骨 是犯法的 是不合法的 但是我怎樣可以叫他們來呢 就是我買了他們的產品 這個按摩就算是一個贈品 service的送給我們 所以現在韓國的home spa 的做法都是這樣 那我預約了會做蒸日aroma 大概好像是80分鐘 明天再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過程是怎樣 好 剛剛就洗完臉了 然後今天就會是一個全日的spa day 然後昨天說我預約了一個 待會做spa 其實它是不會做臉的 因為根據規矩它只可以做身體 所以現在我就會用這個 Foreo的UFO機 這個是第二代來的 來做我的臉部spa 我自然都用開第一代 這個第二代 導熱速度更加快 所以可以令皮膚更加快 更加容易吸收這些面膜的精華 我今天打算用這個保濕 用法非常簡單 打開它 選你喜歡的面膜 然後放在上面 吸起來 然後打開Foreo的app 按5秒開機 選治療 這裡可以選擇不同的面膜 那我這一款是這個保濕 開始 其實是很方便的 上面可以做一個光學的保養步驟 在家裡也可以做一個衣美的效果 LED不同的顏色都有不同的效果 現在轉了綠色就是用來真正皮膚的 三組LED光都有不同的功能 紅色可以僅致皮膚 藍光可以預防生豆豆 燈皮膚的狀況比較穩定 綠光可以均勻膚色 在上妝前用的話 底妝也會更加貼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它這麼小的 很方便 隨時旅行 放在行李箱裡 或者手持都很方便 無聊在梳化的態度 你也可以這樣 綠綠綠綠綠綠 就完成了 好 然後呢 就期待我的 身體SPA了 客廳我打算用剛才的廁所的味道 其實用蠟燭燈 是真的可以減斷蠟燭的壽命多很多 因為如果這樣燒 其實一個蠟燭很快燒完 有機會可能兩天就會燒完 但是如果用蠟燭燈這樣 照溶表面的蠟燭 其實裡面的香味就會灰發出來 其實那個香味是比想像中 蓋很多 但是當然 它也會有非發完的一天 那時候就要再去燒完它 再去重複這個步驟 這個是我聖誕禮物來的 然後用到現在 四個多月 不過這個我就燒多 我就比較少放燈 現在放個燈 不然SPA也要播一些音樂的 雖然在家裡 但我自己都準備得很充足 現在就等我摩摩斯來 有了會三點 今天是沈黎 跟著家裡 是沈黎 今天是沈黎 我先把沈黎 先把沈黎 用水分補充 再把沈黎 就好了 現在是沈黎 我先把沈黎 因為沈黎 沈黎 沈黎 塗住底部 可能是做抹擦的過程 床會移動 而且剛才鋪上所有東西才放下他們的行李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清掃 這件事是套養的 然後是Brain Therapy Anti-Stress Solution 這兩款產品是用來管理的 用來管理一下 用來管理一下 一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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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沙拉 可能是因為覺得新排完 refresh完之後 也想吃清新的東西 沒錯 我點了兩個沙拉 當然我不是吃了兩個 因為有最低消 很煩 一個人住在這裡 沒辦法 然後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沙拉的店 叫做Salad Brothers 就是在弘大3號出口 我相信住在弘大的朋友一定都會知道 其實我吃了它很多年 我之前住在延南洞的時候 已經開始吃它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喜歡吃沙拉 然後我叫外賣 但在外賣上面看不到 我以為它倒閉了 誰知我昨天沒一經過 在那看真點 發覺其實它還不存在 有些app是可以打電話 有些app是可以按鍵下單的 這兩個就是我平時最常點的兩個沙拉 這個是三文魚 這個是recoopter cheese 和芽果 我想先吃三文魚 為什麼這個沒有牛油果 難道我忘記加 好像忘記加牛油果 哈哈哈哈 原來是有avocado的 原來是有的 現在長期煮了雞蛋放冰箱 不過幸好剛才做spa前什麼都沒有吃 因為剛才它不斷按我的肚子 如果我有吃東西的話 它按我的肚子的時候 我應該會很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覺得做spa前 最好真的不要飽肚 都很會比較好 它三文魚是很大粒的 哇 第一口這麼厚的三文魚 是感幸福的感覺 久違了9年了 應該是兩年的沙律 我覺得這個以前是膠豆 現在還在紙豆 它的汁都不同了 但我本身是想做半熟蛋 這次完全失敗了 算了 有失敗才有成功 所以我要去看劇 各位 最近沒劇看 怎麼辦 看完女神光 看完智人和偶 現在沒有劇 很辛苦 我們所有的綜藝都看完了 我剛剛好奇拿了第二盒出來 我覺得這盒好吃厲害 而且它是Basel Pesto的醬 它整個菜單不同了 我發覺它是 明天吃 明天吃 剛剛拿了一些速遞商 正確點來說是今早的單 剛剛送到現在是2點 賣了一點點食材回來 青椒 不知為何我最近喜歡吃青椒 生吃青椒很好吃 抹了洋蔥 有機的Great yogurt 沒有加糖 試試這個牌子 最近迷信再喝蕃茄糖 所以就要自己弄 現在就是補回食材 一個大的椰菜 這個袋 你放回門後 下次你叫這個速遞的時候 它就會來收回 千萬不要丟 我有一次不知道 這個袋原來要收回 我就直接丟了 超白癡 不知道要賠6000還是8000元 紙巾 其實有時候也不知道 它的東西是何時會送來的 它明明這個不是寫著凌晨送來的 但是它是剛剛連這批一起送來的 超快的 這個是我剛剛下單的 這個是 我剛剛是幾個小時 這個是 我打算用來洗玻璃瓶的 它不是普通的刷頭 方便清洗和保存 這個就是USB電插 重點就是它有兩個插孔 超方便 因為我家裡其實很少USB的電插 我覺得真的比想像中有需要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電器 都是跟USB線的 搞到時候都要插電腦的USB 在咖啡店可以充電 或者之類 小小的方便 我剛剛看到這個優格 它300g 每100g是106kcal 好像也不錯 這次帶著番茄 蟹喉的 不甜的 這麼普通的 怎麼搞的 不可以混合它 超香 它超硬 我真的倒它也不會掉出來 沒有加糖的GREED YOGURT 感覺看起來很健康 嗯 真的一點都不甜 我喜歡吃這個 因為市面上賣很多 都是加了很多糖 甜到黏了 其實每次吃到我都覺得很痛苦 這個很好 因為平時我吃乳酪 我很喜歡加一些CEREAL 或者加了生果 或者加了蜜糖 這個完全不甜 它是本身乳酪的 那種酸酸的 那種味道 只是那種味道 這個超好吃的 我覺得我以後都要買它 300g 300g不算太大 它不會太負擔 非常好 非常好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唉 很厲害 超級 為什麼人可以翻這麼多次 同樣的低速床呢 KIGAZINE SORI OLYO KIGAZINE SORI IL KIGAZINE SORI IL 乳酪是越好吃 如果再加多些不同味道的水果 它加不同的CEREAL 加一點蜜糖 它是果醬 超級好吃的 嗯 有一點感覺就是像STARBUCKS 平時我買乳酪的 味道超級硬 有一點像那種質地 很厲害 今天這次的訊息 它叫我把袋放在門口 所以現在要把袋放在門口 所以現在要把袋放在門口 在門口 1,2,1 2,3 2,3 1,2 2,3 3,4